工程圓滿 鋼鐵緩亂 奇慘動土宣告台東森林公園改造工程正式動工 台東縣府投入約一億元經費 除了將全面優化森林公園環境設施 同時新增與地景連結的遊戲廠及體建器材 提供不同年齡層更多元便捷的油氣空間 森林公園的建築物及各種設施 其實它的功能都不太一致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希望能夠在今年 這一次我們能夠做一些收容的工作 然後讓大家可以更方便的使用這個區域 台東森林公園占地約兩百八十公頃 擁有草地 森林及湖泊等多樣景觀 是台東市重要的油氣景點 但過去礙於經費問題 園區建設東拼西湊 導致民眾在使用上沒有一致性 如今縣府爭取中央經費 將針對園區約八公頃淡黃區進行大改造 包括入口廣場翻新再造 以及改善淋浴及水域環境 另外也將打造符合森林特色的兒童自然遊戲廠 打造森林公園2.0 台東縣府強調工程將採永穴 生態及減法的方式進行設計規劃 以維持園區最自然的狀態 預計明年底完工 屆時將串連三海填馬道 自然軸帶及巨石文化空園 逐步建構台東市觀光綠色路網 讓城市環境更綠意盎然 遠視新聞 日文台東市採訪報導